我一直把這個東西 拿金馬獎當成是一個可能最高目標吧 因為第一次拍戲 第一次做演員 就已經入圍金馬獎 所以那個高度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去跨過那個高度 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一直鞭策自己的一個目標 所以剛剛在車上過來之後 有想說是不是有這車 這車可以上去看 你看看 因為我從小就沒有什麼得獎員 我是念父親美工畢業的 父親美工大家都知道 不管每隔兩個禮拜就有一個獎 就是什麼什麼獎 我父親美工三年我只得過籃球獎項 其他的功課獎項都沒有得過 所以我對得不得獎 就是得知性沒有很重 但是金馬就是很奇幻的地方 就是哪怕你沒有得知性 坐在那個裡面 你還是會被感染 就是 對一個人會叫到你的名字 對不起 年紀大了那個有點少 沒有 就是 還是會 但我覺得我就是 跨越了時間比較長 然後也看了很多 前輩們的表現 然後就會一直吸收很多 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 是好的經驗 那所以每次回到金馬 就很開心 我一直把這個東西 拿金馬獎當成是一個 可能像最高目標吧 對 因為 第一次拍戲 第一次做演員 就已經入圍 金馬獎 所以 那個高度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去 跨過那個 那個高度 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 一直鞭策自己的一個目標 所以剛剛在車上過來之後 有想說 是不是可以退場 沒有啦開玩笑了 就我覺得現在是 最好的一個狀態 包括我們開 我們拍戲 我們是兩年前拍的 對 然後一直到 這個 最近 我都一直覺得 在表演上面 的狀態 一直跟以前很不一樣 哪怕是 可能拍網劇 或者是演舞台劇 我覺得都是 有在 快速的 增長中 那我覺得這樣的 自己在演戲 這麼多年的 生涯裡面 我覺得是 自己沒有碰過的 一個狀態 那我希望 有現在一個好的狀態 然後 跟韋豪那麼好 我們希望之後 可以有更多的好的作品 可以帶給觀眾朋友看 恭喜張 我真的很替他高興 謝謝 你知道我們兩個一起出道了 他14歲 又38 哈哈 同一次參加金馬獎 對 所以看他成 等於看他成長 我也跟他 也在成長 今天看他得獎 真的很高興 我們也工作過 對 保持友誼啊 就是 一直都很祝福他 會 會 我還會回來 那些都一樣 只是說 對於金馬 他 就是辦事處的那些工作同仁 會意義不捨 對 真的是很好 好 告訴他 有沒有跟導演請教一下 你看我現在在幹什麼 在走著導演前面的路 在跟著導演 學習 然後 壓力當然非常大 因為 導演是全世界知名的大導演 然後 然後 我 這個 小船 導演是條大船 所以 要想辦法靠岸